煮食千萬不要千篇一律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 現在就拿出來看看 嘩 真是金黃色 大家看到嗎? 真是金黃色 去樓上買腰果 印度 記得買印度 一磅磅 買這一包 我是熱主員好 大家好 剛剛也看到我在樓上買腰果 這隻就是印度的 其他那些便宜幾元 越南那些都OK 不過如果買 不要欠我幾元 買印度 好坦白說 今時今日的印度腰果 都是金飛色比 以前的印度腰果 肥肥飽飽滿滿 但現在瘦瘦瘦瘦瘦的 選無可選之餘 都選了一包 都買了 而且還有很多碎的 你看看幣加牛 很多碎的 以前那些很飽滿 買不到 不要緊 在樓上買 OK 照做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氣炸鍋腰果 氣炸鍋腰果 我在我兒生都經常吃 因為它有光波爐 氣炸鍋 一樣做到的 不過做出來很坦白說 我就覺得一般 它做得不是十分很好吃 因為年輕人 它只是一個原則 就是 乾身夠脆就可以了 這樣說 但其實 氣炸鍋做腰果 都要適香味俱全 先行 首先 我就會把腰果 怎樣呢 大家都可能 即是說 出水呀 飛水呀 我不是的 因為奇怪了 因為我這個家族 我從小到大 我幾歲了 我跟著我媽媽做這個 一知道她怎樣做 就是用鹽水浸就行了 有些散的 哇 那不是用水 飛水有些什麼污漬 出來呀 乾淨一些 告訴你 如果用冷水去飛水 即是一路煮它 煮幾分鐘 很麻煩 它的內心世界 都軟了 放一湯匙的鹽 這樣浸 用普通水牛水浸就行了 浸多久呢 浸一個小時以上 浸它的鹽味進去 告訴大家 這樣浸泡 你會進去嗎 這些腰果 已經不是急凍的 即是你急凍肉 它不是要解凍才浸鹽嗎 如果急凍肉 是硬滑滑的 它是用鹽水浸的 其實那些肉 是向外出來的 慢慢溶雪 所以用鹽水浸是沒有用的 但是當你解凍之後 即是好像腰果 根本不是冰的 那些鹽力就會進去 反過來進去 這個 這個明明先 這個明明先 煮菜的道理 大家要清楚 不要說別人這樣做 就這樣做 不要緊 各思各法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 自己要想想的原理 如果是一塊硬的肉 是冰凍的 它只會散發出來 無論你浸什麼下去 無論你用什麼鹽 加水 都是不會入到味 只會散出來 當肉 融好雪 或者融了一半 那些鹽味就會進去肉 明白嗎 我們的腰果 是不用解凍的 所以現在的鹽味就進去 現在這樣浸 一個小時或以上 你猜它的污漬 會不會出來了 更乾淨 用水灑 因為為什麼呢 一路一灑 它未必在短時間 數一兩分鐘灑 它的漬未必出來了 例如這些漬 但是現在用清水浸去 凍水灑 它整個小時一路入味 面頭的污漬 自動灑出來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一個小時之後 就繼續和大家 做這個 氣炸鍋要說 真的浸鹽水浸了 一個小時了 其實浸久一點也可以 告訴大家 大家看看 那些水多髒 看看 黑色的 看到嗎 還有那些浮油物 浮了出來的 這些髒 你看這些髒漬 用清水 用鹽浸它一個小時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 用水灑幾分鐘 就更加乾淨 還有呢 它這樣 又不會太過軟 如果用滾水去灑 它裡面的質素就會軟 其實 腰果都是本身的味道 這樣是很乾淨的 鹽水這樣浸過 它就入了鹹味 入了鹹味 那怎麼辦呢 接著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 一邊沖乾淨 先用蜆 慢慢沖乾淨 這樣比較乾淨 慢慢沖乾淨 慢慢沖乾淨 來瀝乾它 少一點水就可以 不用太緊張 沖乾淨 輕手一點 慢慢慢慢 這樣包你的鹽 污髒的物質 就不會倒在一起 好 沖乾淨再跟大家說 腰果這樣浸過之後 撈回沙機上 沒有這些沙機 普通膠沙機都可以 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瀝乾 如果用油炸 現在不可以炸 因為要吹乾它 吹乾它 吹乾它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讓它乾身一點 如果現在這樣 拿下去油炸 面 吹 心也不吹 所以如果用油炸 就要吹乾它 一兩個小時 吹乾才可以 你不要用紙去擦 廚房紙那些 一擦就爛 其實很脆弱 這些 它已經這樣浸發 浸凍水 就沒有那麼容易爛 如果用熱水 很容易爛 在這個時候 我就要發揮 起炸鍋 的重 現在一樣 預熱它 三分鐘 起炸鍋 有一個好處 其實它200度 是最高火力 我們這隻 最低火力 是80度 有些是60度 它其實有 風乾的作用 好 等它預熱了 再跟大家說 三分鐘預熱了 我們就開始做另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 就放些腰果 這裡 一包腰果 我分一半 一半做氣炸鍋 一半 夜一點 我用油炸給大家看 另外一種方法 很簡單 現在用氣炸鍋 現在不是馬上拿下去炸的 現在要它封乾 我現在先把腰果塗上去 這個是濕粒粒的 這些腰果 我們拿一半進去 看看 好了 OK 等它封乾 怎麼知道封乾呢 現在就放下去 80度 最低限度 放它 10分鐘 讓它封乾 讓它乾身一點 因為其實你知道 無論你是用油炸就好 氣炸鍋就好 我們要索乾它 讓它乾身 炸出來的東西 是好的 但現在十六六一 開波 即是 200度 180度 氣炸 它表面可能OK 但它的深層次是軟的 即是不要說 很脆 很脆 很漂亮的那些 都是要用一個思維去想想 什麼方法是善好 什麼方法是合理 合情合理的 尤其是煮食 千變萬化 我們要去理解一下 以及思維 80度 風乾了 10分鐘 我先打開看看 來吧 乾身一點 你看 拿一顆出來看看 這些都不是很漂亮 這些乾身 但是剛才 因為用清水 冷水這樣浸 它是OK的 沒有那麼軟 如果用煮的方式 即是幾分鐘 軟 現在乾身了 其實現在 很多時候 我的醫生 就這樣放下去 就 氣炸就可以了 甚至光波爐也是 是可以的 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 氣炸鍋 原本的定義 就是不需要用油 這樣放下去 它待會 就會有一點 脆的感覺 但是我坦白告訴你 他問我好不好吃呢 這樣說 我在醫生 都OK 不說那麼多 因為他們 很奇怪 有一部分人 一滴油都不放 其實現在 可以倒出來 放一點油 拌一下它 甚至乎 你不喜歡做這個動作 我呢 就會噴一噴油 如果你們不喜歡 你直接放下去 氣炸就可以了 不過我會覺得 噴一點油 就好些 讓它有金黃色 還有帶動腰果的香味 有時候煮食的東西 千萬不要硬來 它是屬於那樣東西 我們又要放那樣東西 我就會噴一點油 噴一點油 噴一點油 不要緊的 這樣 不是很多 只是幾滴的 你不要以為很多 弄平它 現在就可以氣炸了 有一點點亮面 這樣炸出來的效果 其實你聽不聽到聲音 它已經是有一個乾身的感覺 所以風乾的程序 用氣炸鍋是重要的 用油炸就做不到這個動作了 OK 那我現在就放下去了 放下去了 那我們用180度好了 那現在就五分鐘 好五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五分鐘將近到了 其實呢 告訴大家 你現在聞到它的香味 真的到了 開給大家看看 它也是這樣的 五分鐘是還沒得的 你看到 你看到 也是在炸的 但是已經有一點金黃色 那五分鐘之後 我們現在就要 篩篩它 因為它的底面是 不平均的 現在這樣篩篩它 先讓它平均一點 我的意思 你明白嗎 OK 現在這樣放下去 你看到其實是有一點金黃色的了 每隻氣炸鍋都不同的 我現在再用180度 去五分鐘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 五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煮食 千萬不要千篇一律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 OK 現在就拿出來看看 嘩 真是金黃色 它在自炸 你現在吃下去不行 現在我們先倒出來 先倒出來 現在不能吃 因為現在你吃 就熱死你都還沒頂 現在這樣 我先放下去 現在這樣 等它放涼 10分鐘 20分鐘 它就更加脆了 好 10分鐘 20分鐘 再跟大家說 氣炸鍋槽的腰果出來了 你看到了 放了20分鐘 才好 動它 因為它如果 你一熱了 一氣炸好之後 馬上吃 嘩 喉嚨不行了 因為它自炸 剛才沒有那麼金黃色 現在幾金黃色 另外一些 我是等待 吹乾的 因為剛才還沒氣炸 是否用清水 凍水 浸了鹽味進去 我再要吹乾一點點 我就用油炸了 油炸一樣是這麼正的 這個氣炸鍋的腰果 這樣浸鹽水 它一定有鹹味 有鹹味 所以不用再下鹽 如果用冷水 下鍋鍋 慢慢煮熱 它一來 內深層次 一定是軟 不夠脆 告訴你幾脆都沒有用 還有之後 你下鹽就好一點 鹽味是不能進去的 現在這樣用氣炸鍋 就最好了 20分鐘之後 我們就放下來了 看看可不可以這樣放 有點懶 一包 腰果可以做兩包 用氣炸鍋做 的確不錯 因為方便 如果你不噴油 它沒有這些 亮面 吃下去是相差一點的 但這些年輕人 我的兒生 那些 OK的 他們喜歡這樣 但我們吃東西 也有少要求 所以我們噴少油 如果你不喜歡油 你們可以不噴 說真話 不過過程之中 五分鐘之後 要篩一下 因為底面 始終不夠平均 讓它平均一點 先拿一顆 撕給大家看看 不好吃了 撕給大家看看 現在可以了 20分鐘 先聽聽聲音 聽不聽到 裡面 全乾了 還有 肯定這樣鹽味 一定進去 即是有鹹味 再不需要現在加鹽 還有是不焦的 最主要 還有是鹹的 我先試試 先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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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聽到了 而且 腰果是有味 好吃 這個氣炸鍋 你們要試 現在過節 很多時候都可以的 你炒肉丁 現在放幾顆就可以了 這個我今晚就炸給大家看 還多一次 這個 現在就可以吃了 希望大家都試試 一個氣炸鍋的腰果 非常棒 多謝 謝謝